时光如流 往事如烟 人物百家 回首幽幽岁月 讲述真实历史 百家人物 正如那天善的星星 闪烁在夜空里 长留在记忆中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来到香梅频道 我是香梅 听众朋友好 我是怀恩 怀恩您好 嗯 香梅您好 怀恩啊 上次我们讲完周旋的故事以后啊 就有听众说很喜欢听民国故事 希望咱们多讲一点民国人物 是 哎 怀恩 要不咱们今天就满足一下听众的愿望怎么样 行啊 我提议今天换一位民国军界的人物 孙丽人怎么样 可以啊 你怎么想到孙丽人了 是这样 前几天呢 跟一位朋友送孩子到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念书 发现呢 这所高等学府很早就跟咱们华人有渊源 是吗 民国著名的抗日将领孙丽人将军就是这学校毕业的 孙丽人可是民国响当当的人物啊 那当然了 孙丽人将军在二战期间呢 跟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齐名 所以有民国战神东方隆美尔的美称 说起孙丽人别看他前半生是叱咤风云 龙马生涯 可是小梅你知道吗 他其实是出生在一个地地道道的书香门地 是吗 是啊 孙丽人家呢 是八代出了三个进士 他的父亲孙希泽也是光绪年间甲武科的举人 好厉害啊 就是 在1900年 孙丽人降生在安徽卢江孙家这个书香门地 父亲孙希泽历任过山东一些地方的知府 道台 学堂总监 山东省审判厅厅长等职务 还担任过北平中华大学的校长 所以孙丽人是在家庭私塾里受到很好的教育 有非常扎实的国学和英文基础 1914年呢 孙丽人以安徽省第一名的成绩 考取了清华庚子赔款刘美玉科 虎腹无犬子啊 是 在学习期间呢 孙丽人的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 尤其是在体育方面更是特别有天赋 孙丽人呢 身材也高 一米八五的大哥 先后出任过清华篮球队 足球队 排球队 手球队和棒球队的队长 他还是个体育权能啊 是 当然了 他最喜欢的还是篮球 他在担任清华学堂篮球队队长的时候呢 任主力后卫 他曾经率队参加华北大学的联赛 击败了称霸一时的北京高等师范学院 拿下了联赛的冠军 在1919年的寒假 20岁的孙丽人在父亲安排下 与合肥旺族女子 宫西涛结婚 不过呢 孙丽人在清华受到的是当时的新思想影响 所以对这种婚事很不情愿 他提出 希望妻子也到学校去上学 这样呢 两个人才有共同语言 结果遭到父亲的反对 孙丽人独自返回学校继续深造 这之后呢 也很少回家 妻子宫西涛则留在老家照顾公婆 1921年呢 孙丽人作为中国国家篮球队首发阵容 出征在上海举办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 结果呢 中国队首场战胜了亚洲强队日本队 紧接着又击败了亚洲篮坛霸主菲律宾队 首次登上了国际大赛篮球冠军的宝座 当时国内的报纸激动的说 中国在篮球场上把东亚病夫扔进了太平洋 孙丽人呢 也因为在赛场上的出色表现 获得了非将军的美称 这么年轻就成名了 是 在1923年呢 孙丽人从清华玉科毕业 赴美留学 进入普渡大学学习图木工程 因为孙丽人在玉科班里已经学了好几门的工程基础课 所以直接进入三年级 两年以后呢 就取得了工程学士的学位 这之后呢 孙丽人进入被称为南方西点的弗吉尼亚军校 也是直接进入军校三年级 学习文史 1927年 孙丽人从军校毕业前往欧洲考察各国的军事 1928年回到了中国 他为什么气比从容了呢 这个说起来话长了 跟他儿时的一段经历有关系 当初呢 他的父亲孙希泽在山东任登州知府的时候呢 他们一家人住在青岛 那时候呢 青岛已经被德国占领 有一天 九岁的小丽人一个人在海滩上玩 他捡到一块非常好看的石头 拿在手里喜欢得不得了 突然耳边响起一个声音 把那块石头放下 那是我们的 孙丽人赶紧抬头 几个德国孩子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 小丽人把手里的石头钻得紧紧的 一副毫不示弱的样子 没想到 德国孩子上来 啪啪就扇了他两个耳光 小丽人紧钻着石头反问 凭什么给你 是我先发现的 一个德国孩子说 凭什么 这是我们德国的底盘 说完呢 几个德国孩子把小丽人按在沙滩上 一个孩子硬是掰开了孙丽人的小手 把那块漂亮石头给抢走了 德国孩子带着战利品得意洋洋地走了 只留下小丽人满怀屈辱地站在沙滩上 小丽人好委屈哦 到那时候起呢 孙丽人幼小的心灵里就立下了一个志愿 中国人不应该在自己的国土上被外国人欺负 长大了一定要参军 报效国家 夺回中国人的尊严 怪不得他选择上军校呢 真有志气 是 孙丽人在军校学成回国以后 放弃了通过父亲关系 在冯玉祥的部队里谋高位的机会 从头做起 1927年 孙丽人进入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 任学生大队的副队长 1928年呢 蒋介石请来德国军官顾问团 训练新式的国防军 成立了陆军教导师 孙丽人也申请加入了教导师 正式步入了军旅生涯 由于出色的表现 他很快被任命为上位排长 后来陆续提升为少校连长 中校营妇 中校营长 哇 他很厉害耶 是 这期间呢 孙丽人的感情世界 经历了第一次波折 在南京任职期间的一个舞会上 他认识了当时还在文汇女子中学 念高中的女孩 张精英 两个人是一见钟情 一段时间以后 孙丽人决定跟妻子龚西涛离婚 龚西涛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像天塌了一样 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痛哭 他知道当初丈夫的警告应验了 自己不去上学 确实和丈夫没有共同语言 没办法生活在一起 她是一个有传统观念的女子 所以她下定决心 对孙丽人说 我既然嫁给你 就是孙家的人 我一定要从一而终 绝不离婚 你要嫌我不好 可以再娶 我愿意在家 侍奉你的父母 孙丽人无言以对 只得离家出走 龚西涛真厚道啊 那孙丽人和张精英的事 后来怎么样了呢 当然也是一场轩然大波了 因为双方的家长都反对 最后连孙丽人自己都犹豫了 但是呢 张精英的态度非常坚决 他告诉孙丽人 自己已经跟母亲大吵了一架 他还说 我都能反抗家长 你为什么不能 就这样呢 孙丽人下定了决心 在张精英高中毕业以后 他俩就结了婚 他们还真结婚了 是 不过呢 他们的婚姻也不算顺利 张精英虽然是孙丽人 一生真正爱的人 可是呢 他没有给孙丽人留下一儿伴侣 因为他不能生育 张精英呢 一直因为这件事 觉得愧对孙丽人 1930年呢 孙丽人在清华校友的邀请下 申请调入了陷阱教导总队 担任上校第一大队长 结果呢 他上任后不久就发现 有军需官 苛扣士兵的军饷 他怒打了那位军需官 也因此 跟教导总队长的关系 骤然变得紧张 后来在德国顾问的推荐下 孙丽人被调到蒋介石的 世卫总队 担任上校副总队长 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容易提吧 是 不过孙丽人一心想带兵打仗 对卫队没有兴趣 他在1932年呢 申请调入了宋子文的财政部 睡井总团 担任特科兵团的上校团长 睡井总团很快 扩编为六个团 孙丽人担任第四团的团长 住房江苏海州 睡井能打仗吗 当然了 睡井总团呢 是财政部部长 宋子文一手创建的 规格非常高 用德国进口的武器装备 排以上的军官呢 大部分都是留美学生训练出来的 再加上孙丽人特别注重练兵 他把中国传统军事理念 和从美国军校学到的训练方法 结合在一起 制定出一套独居一格的训练操点 人称孙氏操点 经过孙丽人的严格训练 第四团呢 很快成为一支精锐部队 1933年 睡井总队被调往江西 剿灭共匪 在这期间呢 参战的48个单位 举行射击比赛 孙丽人的睡井第四团 有七名战士 进入了个人前十名 夺得了团体的第一名 那期间呢 刘勘的第83师 驻守七秦 战士吃紧 最后支撑不住 在孙丽人的援兵到达之前 被迫撤离 孙丽人到达七秦以后 只用了一个团的兵力 就拿下了这个刘勘用一个师 也防守不好的房地 而且打破了共匪红军的夜袭 和粮食封锁 迫使红军放弃了七秦这个地方 真是强将手下吴若兵 是 1937年呢 抗战爆发 睡井总团 配属张自忠 第九集团军 参加松户抗战 编为一二两个支队 孙丽人率领 睡井第四团 先后在苏州河南岸 等几个地方 跟日军血战 为了拔掉孙丽人部队这根眼中钉 日军增掉了中国守军五倍的兵力 仅行三个星期的连续猛攻 可是一直也没有得手 日军在孙团房地上 留下了四百七十多具尸体 也不能越雷池一步 孙丽人这边呢 也是伤亡了三百五十多名官兵 当时周家宅一线 成为松户会战里边 中日军队损失最为惨重的战场之一 因为防守战绩出色 孙丽人被提升为二支队少将司令 这之后呢 孙丽人率第四团 又成功地破坏了日军机械化的橡皮桥 日军的七次赌合也都被击退 不过呢 这次战争 孙丽人被日军的迫击炮击中 身负重伤 昏迷了三天 医生发现 光是嵌入他身体的蛋片 就多达十三处 主治医师后来对孙丽人说 你的身体除了头部和腹部全都是伤 不光有炮弹弹片 还有枪弹 连肺都穿伤了 还好没有伤及心脏 孙丽人这种跟部署生死与共 身先士卒的精神呢 当时是大大的鼓舞了他的下属官兵 他真是捡回的一条命啊 是 孙丽人心里边记挂着部署和战况 没等痊愈就赶往了武汉 那时候呢 睡井总团松户抗战以后的余部 被编为第四师师 剩下了五千多名伤员 孙丽人就用着五千名伤兵 重建睡井总团 还召回了第四团的旧部和军中的旧箱石 亲自建立军官队 军事队 并亲自训练 1938年年底 孙丽人移师贵州都云进行训练 到1941年底呢 所部的第二三四团和直属队 改编为陆军新三十八师 这四练兵结束以后 新三十八师参加军政战力教育 再次名列第一 新三十八师也立刻从丙种师 被提升为加强师 编入负缅甸的中国远征军战斗序列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2年日军连破马来西亚 新加坡 长驱直入缅甸 放言要跟希特勒会师中东 国军呢 当时是应盟军英国的邀请开入缅甸 协助英军防守缅甸 和当时中国唯一的对外交通线 滇缅公路 于是呢 孙丽人率领的新三十八师 担负起这个艰巨任务 也开始踏上了异国的争承 听众朋友 今天的《人物百家》节目 就为您讲述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期节目呢 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民国无敌大将军孙丽人的故事 欢迎您到时收听 好的听众朋友 咱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